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节环宇整点新闻 我是林荣 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 搜水油事件再爆大厂也沦陷 被查出的是 维利三款泡面调理油包 使用美厨食品采购的 全桶香猪油 维利高层赶紧出面灭火 强调没有像抢罐直接进货 而是今年6月因为供货商 缺货才会找上美厨食品进货 不过民众熟悉的维利中标 老涛很庆幸 有39年历史的维利炸账面 没有受到拨紧 搜水猪油事件 现在又传出大厂沦陷 老字号维利泡面金船 有泡面油包 用到了强贯的问题香猪油 那目前有三款的泡面中标 我们相信情况连信给记者 中秋廉价开跑 新北市三重社区 举办一年一度的烤肉活动 现场超过了3000人 一起烤肉香味肆意 民进党新北市长 参选人游锡坤也受邀参加 谈到最近搜水猪事件 他痛批中央无能 地方无力 才会让黑心业者有机可乘 话语大头条来关心 2012年总统大选台商选票 成为了左右选情的关键之一 为了冲刺年底九合一选举 国民党昨天成立了台商后援总会 为了替国民党催票 台湿连干宣布要退出优惠机票 但是现场却出现了惊险画面 马总统在为台商干部受骑时 差点被棋杆打倒 另外来看到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昨天从北到南跑透透 昨晚他到了云林替党内县长参选人 李静勇站台 而台北市长参选人 柯文哲也紧接在蔡英文 后头到场 两人一前一后没有同台 接着来关心搜水猪油事件 藏罐公司老董叶文翔曾出面道歉说 他绝不知道卖的油是搜水油 因为他也在吃自家的产品 但是却传出叶文翔近年患有严重的肾脏病 另一方面各界都质疑这些出问题的店家 是不是因为藏罐的香猪油比较便宜 才会为了省钱而选用 但是这些店家跳出来表示 藏罐卖的比较贵 至少比另一家大厂一桶就贵了20元 没想到比较贵的竟然还是黑心货 现在全国陷入问题油风暴当中 民众更担心的是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呢 因为最密集的便利超商 走进一趟 从早餐挑选包子开始 到中餐的两面关东族 这些供应厂商 不少都是在这些问题油的名单中 虽然部分出问题的商品已经下架回收了 但是谁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喂爆蛋 让外食族大探吃什么可能都不安全 不商业者大量贩售搜水油流入市面 民众人心惶惶就怕把黑心油给吃下肚了 网络就流传分辨劣质油的诀窍 像是放剥皮蒜头炒变成红色 或是把油冰到冰箱 看会不会出现白色泡沫 但是专家表示这两个方法可信度都不高 要辨别方法其实很简单 从外观来看 劣质油的颜色比较浑浊 有杂质油耗味比较重比较黏 下热锅容易油花四件 都有可能是劣质油 稍后继继续带您关心搜水油风暴越滚越大 就连被票选为第一 天下低碳的熟食一场预防也被查出 在7月开始向公园进货四桶盒酱香猪油 另外气温一再飙高 芹菜因为高温生长不易 品质不佳 道货量少 导致价格飙涨 批发价每公斤高达166元 先休息一下更多的新闻内容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华宇新闻现场 在强贯销售的项油名单里 最大户的就是公盐整合行销 委托强贯代工盒酱香猪油多达4611桶 但是事发后竟然三度的拒绝交代流向 遭到台北市卫生局开罚300万元 警方介入后 业者凌晨才交出供货名册 结果居然有多达397家 有四分之三是销往中南部 而双美市也有至少128家业者中标 台北南门市场被票选为天下第一摊的熟食 异常预防 还是鸿海董州郭台铭的最爱 这回也被扯进了搜水油风暴 业者在7月开始向公园进货四桶合酱香猪油 来研发三款新产品八宝饭 原定9月要在台北美食展推出 没想到却意外中招 不过老板娘发毒誓 强调商品没有贩售外流 好 搜水油食品连环报 陆市食品旗下的爱面族系列呢 当中有四款面的肉燥鲁肉油包 也确定用到了全桶香猪油 卫生局指出陆市的屏东厂 从今年3月起陆续了进了297桶香猪油制作酱料包 而厂商也第一时间回收封存7210件问题产品 GMP食品大厂陆续在搜水油风暴中沦陷 那最新统计已经有13项GMP产品遭到波及 好 十二问题 层出不穷的台湾爆发搜水油事件 大陆浙江也惊传毒凤爪 不效业者为了让凤爪的面向更好 增长保存席线 是拿杀菌漂白的双氧水来浸泡凤爪 那民众如果吃到低浓度双氧水残留 会发生急性肠胃炎的症状 要是不小心使用了工业用双氧水 毒性更强 可能会导致肠胃大出血甚至死亡 好来关心民生消息 气温一再飙高芹菜 因为高温生长不易 品质不佳 到货量少导致价格飙涨 批发价每公斤高达166元 传统市场一把卖到60元 那平均一根是约十多元 家庭主妇大叹 实在买不下去 来看到网路上风传一段影片 一名女子被称为葡桃姐 那疑似跟摊贩 买葡桃不满意品质 当街咆哮大骂摊伤是吓人 那女子更自称拥有620亿的身价 嚣张的怒枪摊伤要每天去闹 路人看不下去 反枪葡桃姐 你真的有62 billion吗 早餐都吃些什么呢 现在有更多的选项了 料好实在的牛肉汤 清晨四点就要来排队 那才七八点很可能就排不到队了 就连平日也是大爆满 台南这间老涛指定必吃的好味道 还有羊肉汤 散发浓浓奶香都让人散不绝口 现在就带您一起品尝 下日新闻要继续带您关心 演艺圈又传出好消息了 这是艺人欧汉生 近日在微博贴出婚戒照片 宣布已经在今年8月29号 和全外女友登记结婚 另外怎么会有这么恶劣的行径呢 香港网络最近疯传多张照片 无辜的狗狗被放在洗衣机内 狗主人还留言说第二次把小狗放进洗衣机洗澡时呢 狗狗五分钟后意外死亡 先休息一下 更多的新闻内容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华语新据点带您关心艺人 欧汉生在微博po文贴出了婚戒照片 宣布自己终于要有个家了 还希望大家别打扰我的他 那根据经纪公司表示 欧汉生8月29号已经在重庆登记结婚 至于另一半是圈外人名叫郑云灿 是一个重庆姑娘 在北京知名广告公司担任总监 漂浮秦海多年 终于成家立业圈内的朋友 也都替他开心 搜水油事件让民众大探还有什么可以吃呢 艺人严亚伦在脸书开炮 怒批制作搜水油的人 罚你们吃十年份地沟油制品 还说会物都比较干净 金曲太语歌王陈建伟的歌词 跟地沟油事件贴切刀刀见血 网友推示神曲 考秋情乐团有一首台语跟客家摇滚rap 黑心肝也符合时事 韩国经过认证的超级吸票金明星 到底是金秀贤还是李敏浩呢 达尔竟然都不是 根据日刊体育报的统计 韩国创下最多官允人次记录榜首的明星 是有国民影帝称号的宋康浩 宋康浩主演的正义辩护人 还使得前总统卢武炫的相关书籍 跟着一起大卖 来看我们的报道 好 另外来看到香港网络 最近疯传多张照片 无辜的狗狗被放在装满水 正在运作的洗衣机内 狗主人还留言说第二次 把小狗放进洗衣机洗澡时 狗狗五分钟后就意外死亡 狗主人恶劣行径令网友愤怒 透过了国际动保组织 发起气凶连署来替小狗讨公道 那遭到肉搜的狗主人 是一名大陆人 他不但不急着把虐狗的照片删除 还自剖遭到气凶的报道 跟网友呛杀 行径十分嚣张 国际消息来看到 美国南加州最近出现了一条 罕见的白色眼镜蛇 那由于眼镜蛇带有剧毒 还咬上了民众饲养的狗狗 虽然在5号被发现捕获 不过动物管理人员 在捕捉的过程白蛇还一度脱逃 引起一阵惊慌 对于花生过敏的观众有福了 美国农业部食物安全专家 近日研发出了低过敏的花生 把花生里头会导致过敏原的蛋白质 降低98%到100% 如果通过测试的话 未来渴望量产 但是有很多的家长 还是在观望低过敏花生的成效 另外来看到3D练义呢 现在要跨足的领域更广了 3D练义技术即将被用在医美手术上 未来医师还有病患 都可以在整形手术之前呢 先看到自己整形后的器官容貌 如此一来应该可以省去不少的医疗纠纷 网络后带您关心 近年来很受欢迎的冰淇淋月饼 为了保冰通常会附带干冰 但是要注意了 如果放进冰箱 一定要记得把干冰拿出来 否则干冰气化会导致爆炸 先休息一下更多的新闻内容马上回来 贴行低头组要注意了 台中高铁站前一名女性乘客过马路时 一边拖着行李一边还低头看手机 但是呢没想到竟然一头撞上了路边的名车 不过事后高铁人员表示 这名女性乘客因为身体不适 过马路突然晕眩跌倒 好中生前吃月饼近年来 冰淇淋月饼很受欢迎 市售的冰淇淋月饼盒中呢 为了保冰通常都会附带干冰 但是要注意了 如果把冰淇淋月饼放进冰箱 千万要记得把干冰拿出来 否则干冰气化可视会导致爆炸 实际测试把干冰装进塑胶袋跟宝特瓶 几分钟后袋子跟瓶声都鼓起来 那专家表示 因为干冰是固态二氧化碳 低温达到-78度C 那在常温下干冰升华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所以一旦存放在完全密封的容器中呢 就会有爆炸危险 新闻最后来关心油价变化 中油公司依浮动油价机制计算 自明天凌晨零时起 分别调降各式器材油的价格 每公升0.2元及0.1元 调整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 925千汽油每公升32.5元 95千汽油每公升34.0元 985千汽油每公升36.0元 超级柴油每公升31.3元 那么以上就是这节的环宇整点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怡荣 我们再会 谢谢您的观看